各位鄉親好,我們接下來,因為簡報已經告一段落,那當然在還沒開始正式巡答之前,我先麻煩各位,如果說各位想要發言的,您可以跟我們同仁這邊先登記一下,那當然有幾個補充,我會先請我們祭司這邊先補充一下,就是說可能跟各位比較生活作息上息息相關的,主要是在撰探的過程當中,剛剛有說明過, 我們是每天,因為時程非常的趕,因為中間還卡一個農曆過年,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是每天施工,然後從早上的七點到晚上八點,那當然這個部分可能各位會有所疑慮啦,我這邊會請祭司這邊再說明一下,它在撰探的過程當中,會不會產生噪音或震動,這個因為畢竟,它不是全程都, 有用磚的,有部分是因為它N值就是必須要用打的,那個跟承載力有關,這個工程專業的部分,麻煩請其實這邊再補充一下好嗎 接下來我們社會局是不是也有介紹 剛才羅科長的問題,我回應一下,我們剛才有看到就是我們打N值的,就是吐成許樣的一個過程,其實它那個重就是大概30公斤重的這樣重垂下來,所以那個噪音其實不會很大,然後那個震動也不會很大,因為你看一個人的手臂的力量都可以這樣操作的話,所以那個應該是不至於影響各位, 而且就是說剛剛我們這塊基地跟各位居住的地方大概還有一段距離大概有100公斤左右,所以可以絕對不會影響 好,我這邊說明一下,北側基地就是我們剛完成拆除工程的這一塊,基本上因為未來它就是一塊綠地,所以那個地方我們沒有磚口 我們主要是在南側的那個位置,那剛才有說明過,基本上二十個孔位,它為了能夠磚口,所以那個地方我們沒有磚口,我們主要是在南側的那個位置 好,那剛才有說明過,基本上二十個孔位,它為了能夠磚口,所以那個地方我們沒有磚口,我們主要是在南側的那個位置 是在南側的那個位置,所以基本上它是在南側的那個位置,所以基本上它是在均部的方式 然後那個深度的話,基本上剛才有報告過,最深到100公尺,深100公尺 那基本上一般狀態是沒有磚這麼深,因為是為了要完整判斷說,斷層到底還有斷層的破碎袋有沒有在我們的基地範圍內 這邊要做個確認 那過程當中除了確認分析報告 除了確認斷層有沒有實際經過本岸基地之外 另外還有地質存載的這個部分也是一併分析的結果 那祭司這邊可不可以先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實際在現場操作的時間大概是幾天 按照我們剛才講的 每週七天然後從早上的七點到晚上八點 我們目前預估大概是四十五天到五十天的日曆天 順利的話 那如果中間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在試情況做調整 那就是一定會在六十個日曆天內完成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以市長承諾各位的日期為目標 但我還是要跟各位說明 萬一真的如果有特殊的狀況 特殊的狀況 或是說特別如果說有特殊的狀況之後 我必須這麼說啦 我們在招標的七月裡面也是有一個例外彈書 先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原則上還是以二月為目標 但是過程當中如果有遇到特殊的狀況 有可能會載延一點 但是我們希望還是能夠如期 那這邊初步登記發言的有四位 那是不是如果各位可以同意的話 我就開始唱明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就不限時間啦 但是我們還是盡量維持在三分鐘內 好嗎 第一位江一平江小姐 是 下一位是陳畢霞,陳小姐請準備好 如果說後面的發言的民眾如果有檔案要放的話,可以提前到發言桌那邊,大家可以先把檔案放在電腦上 請第二位先發言 是不是可以先請第二位,陳畢霞,陳小姐先發言 謝謝